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托举空间站孟天实验舱徐顺空 经过十余分钟的飞行 孟天实验舱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打响了我国空间站建造任务的收官之战 后续 孟天实验舱将与天河核心舱进行快速交汇对接 以及平面转位 三舱组成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 这也符合中国对于我们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的一个重要规划 即在2022年年底之前完成天空空间站的建设工作 孟天实验舱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远抓总研制 它由工作舱 货物器闸舱 载荷舱 资源舱四个舱段组成 舱体全长约17.9米 直径4.2米 发射质量约23吨 作为空间站的两个实验舱 问天和孟天是一对孪生兄弟 长得很像 它们的最前端均是工作舱 是航天员在太空的主要工作场所 通过对接机构与天河核心舱相连 尾端的资源舱作为能源仓库 安装了两副巨大太阳翼 可持续旋转 稳定对日 为空间站提供充足的能源支持 工作舱与资源舱的中间部分是气闸舱 不同的是 孟天实验舱采用套娃设计 肚子更远 问天实验舱呈外方内缘的视觉效果 圆柱形气闸舱外有个方形的外壳 舱外暴露实验平台 孟天实验舱则采用了舱中舱设计 在气闸舱外还套了一个更大直径的舱体 载荷舱 这让孟天实验舱的体型看起来更加浑原 问天实验舱主要承担生命科学研究 里面有很多的实验柜 它们承担着一些植物 或者其他的生物组织细胞的培养工作 航天员负责观察和记录 观察它们在宇宙空间环境的生长和变化 这项实验项目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就是农作物的生长实验 该实验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些有可能更高产 更抗病虫害 更耐旱 耐严减的作物 历史上对于农业作物的选优 有很大一个因素就是环境的改变 我们在地球上也尝试过 用各种外界的环境去刺激这些作物 使它们产生某些变化来满足需求 但在太空里 环境变化太大 有可能给植物等会带来更多的变化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些变化中寻找一些规律 相比之下 孟天实验舱承担的职责就更为特别一些 它承担的是微重力条件下的一些 科学实验 比如说物理 化学 流体 材料等实验项目 这些实验与我们的生产生活关系十分密切 虽然现在能够看到的消息还不是非常详细 但可以想象 一些材料在地面的重力环境 跟太空的微重力环境下会有所不同 比如说用加热的方式来烧开一盆水 或者说一罐子水 那么水的整个的热传热的扩散过程 是以这个对流的方式来完成的 在地球上观察 会发现加热后的水 跟这个上层的冷水 会有一个微妙的循环过程 而这个循环过程的主导条件 是温度的差异 以及重力的存在 然而在宇宙空间 微重力环境下 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彻底的改变 那么水在受热的情况下 是如何产生一些这个热量的传递的 都值得深入的研究 再比如说 在地球上熔炼金属 去制造一些特殊形状的零件 那需要把固体的金属加热 融化成液体 再灌入模具的方式 利用重力让它在模具的枪内 进行一个合理的分布 来满足对形状的需求 而在空间站上 这个金属在融化之后 如果进入模具的枪内 会有怎样的一个分布的表现 那么如果再用外部的压力 来实现这个铸造的话 那铸造的产品 跟地球的重力环境下 是否又有所不同 这个也是需要观察的 北京有一口永乐大钟 那是明永乐年间 朱棣做皇帝的时候铸造 这口大钟不仅体量大 而且铸造的水平非常之高 虽然永乐大钟是一次胶筑成功的 但是在此之前一定进行过大量的实验 而且在实验过程中一定是发现过这个废品的迹象 所以在最后的胶筑中才加以进行的改进和完善 这就是铸造中的避免问题的一个手段 为什么提到这个永乐大钟 就是因为在地球上 铸造这么大的一个体量 很容易有空气 杀眼出现 导致整个铸造产品的机械性能发生严重的缺陷 那在太空里 如果用另外的手段 在微重力的条件下 铸造一个金属物件 会不会能够变得瑕疵更少 此外 微重力下 所有材料都可以悬浮在真空中加热 不用触碰容器壁 冶炼过程中就不会混入任何杂物 也不会因为触碰容器产生一些结晶盒 这就是无容器冶炼 通过这个方式 可以冶炼出高纯度高强度的新材料 获得地面生产达不到的质量标准 丹晶叶片是航空发动机的核心部件 这种构造的金属 有极高的强度与耐热性 其性能直接决定了发动机的推力大小 但在地面冶炼时 重力引起的热溶质对流 会导致涅基丹晶高温合金凝固组织中 出现雀斑和杂晶等缺陷 微重力液晶就不需要担心这些问题 此外 通过地面与太空的实验对比 我们甚至可以找到缺陷根本原因和产生规律 找出在地面解决瑕疵的办法 改进生产工艺 生产出更优秀的发动机叶片 有了高强度高耐热的叶片 国产航空发动机性能将再上一层楼 在太空的微重力环境里 进行物理化学实验 比如说加热的 燃烧的 熔炼等 对于航天员而言 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影响因素的 因此必须要求在梦天这样的实验舱里 有设置很多高度专业化 科学化 可靠性很高的实验柜 要确保这些实验被限定在实验柜的实验空间内部 以安全可靠的方式进行 微重力研究其实是非常繁杂多样的新领域 我们上面聊的也只是皮毛中的皮毛 实际整个项目背后需要开展大量复杂细致的太空实验 微重力其实有实实在在的利用价值 甚至是工业和商业化的价值 我国已经在太空研制出 烟含量高达11% 且成分均匀 一致的三远光电晶体 这种晶体是很优秀的热光服材料 而地面上受重力影响 最好的烟含量也只有3% 此外还有微重力超导 微重力医药等新材料的研究 也有着广阔的前景 在微重力条件下 我们可能生产出地面不可能造出的全新药物 或许能解决重大疾病问题 类似的新材料 新反应实验 我国已经在广泛地展开 并获得了不少成果 美日俄欧此前借助国际空间站 已经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微重力领域研究 获得了不少成果 所以我国的孟天实验舱上天意义非常重大 有望大幅提高我国在材料领域的研究和突破 孟天舱不是一个小小的实验舱段 它是中国获得未来科技优势 经略太空海洋的先锋巨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